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 因为洗钱案上诉失败而入狱 这让巫统当权派 对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加大施压 要求他尽快举行大选 而伊斯麦近期出席公开活动时 面对记者的询问 什么时候解散国会 他只简短的回应先等等 当记者继续追问 今年11月是否可能解散国会 伊斯麦沙比利没有再回答问题 就离开了现场 不过有消息透露 巫统内部对伊斯麦提出了四项要求 包含撤换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 以及总检察长 向国家元首申请特赦前首相纳吉 还有立即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更表明如果伊斯麦 没有办法做到这四点 那么巫统将解除他的副主席职务 土耳其跟希腊再次发生矛盾 土耳其28号表示 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希腊 在23号采取敌对行动 使用俄罗斯制的防空系统 骚扰执行侦查任务的土耳其战机 土耳其国防部的消息人士就表示 希腊23号使用部署在克里特岛上的S300飞弹系统 锁定了土耳其的F16战机 认为这不符合北约同盟的精神 这等同于是在北约交战规则下的敌对行为 而针对指控希腊国防部是完全驳斥 并表示希腊的飞弹系统从来没有锁定土耳其的战机 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 印尼的通膨率预计将从目前7年高点的4.94%进一步上升 但是印尼却再次推迟了原定在29号生效的 提高共享摩托出租车车费的措施 此次资费上调最初是定在8月14号 但是后来推迟到8月29号 针对再次延后调涨出租摩托车的费用 交通部发言人表示 这决定是考虑了社区发展的各种情况发展 需要从利益相关者获得更多的反馈 再进行评估 而政府也在考虑提高燃料的价格来缓解国家预算的压力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